欢迎来到三爷奶奶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五个世界恐怖禁区 5. 恶魔岛 恶魔岛是位于旧金山湾的一个岛屿 也是世界上著名的恶魔岛监狱的遗址 这座小岛距离旧金山渔人码头不到两英里 常用的综艺恶魔岛是由山姆大叔的恶魔岛一书而来 该岛曾被当地人用来作为违反部落法律的部落成员的隔离地 甚至更久之前的美洲土著认为岛上居住着恶林 而对此地视为禁区 早在1861年恶魔岛开始被用来容纳内战囚犯 直到1934年恶魔岛成为最大的联邦监狱 监狱在营运的29年间关押过不少知名的重刑犯人 监狱官方声称没有任何一名囚犯成功越狱 一共36名囚犯尝试了14次越狱 其中23人被弃拿 6人在越狱过程中被击毙 2人溺亡 5人被列为失踪 恶魔岛监狱已向公众开放了很多年 许多调查超自然现象的各种团体和电视节目 都曾来到这个岛屿寻找恶林 许多闹鬼传言出现在恶魔岛的监狱长之家 医院、洗衣房和公用走廊 这里传出曾有囚犯在晚上大声尖叫求救 声称看见恶林 第二天早上当警卫去检查他时 囚犯已窒息死亡 4.科雷西多岛 科雷西多岛位于菲律宾马尼拉湾的入口处 此岛于1570年被西班牙人所占领 直到1898年与美西战争期间成为美国殖民地 作为二战期间的军事据点 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后 他们袭击了科雷西多岛 1942年5月6日美国战败 但是在1945年美国仕途夺回科雷西多岛 这场血腥的战争被称为科雷西多争夺之战 其间有超过1000名美国和卑律宾士兵死亡 以及6650名日本士兵上升 而死亡的日本士兵当中 也有3000多名日本士兵是死于自杀 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杀事件之一 目前科雷西多岛已开办观光 许多勇者前来试胆 而这场大规模自杀事件的发生地 马林塔隧道及岛上医院移植 旧地堡被认为是最活药的闹鬼地点 3.娃娃岛 娃娃岛是位于墨西哥或奇米尔科 坐落在旧阿兹特克运河的中心地带 20世纪50年代 该岛的看守者唐朱丽安 听到一个小女孩的求救声 但唐人无法挽救她的生命 小女孩溺死了 不久之后 朱丽安在运河附近看到一个漂浮的娃娃 这个娃娃很可能是属于溺死小女孩的 她拿起娃娃挂在树上 作为安抚女孩灵魂的一种方式 朱丽安后来受到女孩的灵魂所困扰 为了平行这股看不见的力量 她开始悬挂更多娃娃 据那些接近她的人说 唐朱丽安就像被一些看不见的力量所驱使 彻底改变了她 当地的超自然调查员唐梅池 在目的地真相的电视节目中受访时表示 唐朱丽安对她的直指说 她听到来自水中的声音正在呼唤她 许多晚上经过岛屿的人都表示 曾经看到娃娃可以自己移动并且耳鱼 现在娃娃岛上挂满了一千多个娃娃 空荡荡的悬在那里 看起来令人毛骨悚难 2001年该岛的看守人唐朱丽安被发现死亡 面朝下在水中死于溺水女孩的同一地点 她的直指接管该岛 并表示 如果您想访问并安抚岛上的灵魂 请谨慎吸带一个娃娃 当地人相信如果踏上这个岛 一定要将一个娃娃奉献给岛上的灵魂 不然将会厄运产生 2. 死人岛 死人岛是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 温哥华港的实力当公园以南的3.8公里的岛屿 该岛被发现于1862年 是当地土著树栈的坟场 这个岛屿被当地人认为是一个死地 因为这里曾经发生过步入之间的血腥战斗 许多妇女儿童和老人在战争期间被当作人质宰杀 1888年至1892年间 死人岛成为天花疫病患者的检疫场所及埋葬地 直到1942年 联邦政府将海岛给了海军 一年后它成为了加拿大皇家海军战典 死人岛因为其可怕历史流传着很多传说 许多在岛上工作的预备疫人员 声称在死人岛的建筑中确实发生了许多奇怪的事情 1.哈特岛 哈特岛是美国最大的公墓地 据纽约政府姑测 岛上安葬了超过100万来自纽约的穷人与无名师 直至今日 每年能有近1500具的遗体被运到这座岛 说到哈特岛的战领开始于美国逆战期间 由布兰克斯猎人家族在1868年以75000美元收购 第二年它成为城市的公墓 入于埋葬贫困或无人认领的尸体 官司第一年 这里就进行了1875次埋葬 1865年随着内战的结束 联邦政府使用这个岛作为监狱 在1870年的黄热病流行期间 岛屿的一部分被用来容纳被隔离的人 之后陆续作为女精神病院 妇女结合病医院 请男性轻罪者监狱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该岛被转交至海军 目前哈特岛则是纽约市城教署负责管理 由于这里数目庞大的无名师 以及黑暗阴沉的历史 许多神秘禁忌的传说在这里出现 不过这里除了定期在岛上协助下葬的 纽约市监狱中志愿的受刑人之外 长期禁止外人进入 直到前阵子因集体诉讼 迫使城教署开放一个月一次的扫墓烫期 谢谢您的收看 本集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忙按赞加分享 订阅频道 我们将持续更新 我们下回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